今天教大家用竹捏编这个小框框 这样子的一小个 还记得这个南瓜框吗 南瓜框视频教程下面很多网友评论 这个南瓜框好看是好看 可惜底和身体部分是分开编的 不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教大家编的这个小框 就是底和身体部分 高的部分连在一起编的一体的 这种连在一起的呢只能用竹子编 仿珠文复古皮皮带的硬度不够 编不起来 编出来就是它立不起 仿珠文复古皮皮带和竹子的区别就是 仿珠文复古皮皮带能编的竹子都能编 竹子能编的 仿珠文复古皮皮带不一定能编 这个小框的编法非常简单 只有两三个步骤 一两分钟就能学会 编好之后用来收纳小东西 种花花草草草草花都可以 我们一起来看编法 面我用的是宽6毫米的 20根每根长80厘米 其中四根标出中心位置 先并列摆好两根标出中心位置的竹面 另外两根标好中心位置的竹面 以压一挑一的形式上面加一根下面加一根 这中心点在四个交叉点的中间 接着以这四根竹面为参考 以压一挑一的形式 移上以下加竹面 一只尘封口柴门 一声全听我自尘 不见对一人 多定自尖困 归定几次生 本方向总的有十根竹面后 转一下 上一步一样的方式 一上一下加竹面 直到把准备好的竹面都加完 所有的竹面都加完后 是一个十分十的正方形 根据正方形编长的长度 剪下两条宽一点的竹面 然后交叉插入正方形中 小框框的底腕缠 喷上一些水来起脚 框框形起脚 从每个面的中心点开始 以压一挑一的形式 把左边的竹面掰到右边来 调整拉均匀 切好一个角后调整 用夹子夹住 转一下起第二个角 这个角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法后面的是重复内容 就不再录制 四个角起好后 以压一挑一的形式 继续往上边 编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高度够后 把所有竹面都编到同一条线上 捞出里面那一层竹面 用一根线或者一个夹子 把里面那一层竹面固定住 这里不绑也可以的 绑起来呢 主要是为了防止干扰到外面那一层竹面 收尾时的操作 来看收尾的操作 任意拿起一杆竹面 顺着它的方向 朝前数三杆 压下去 然后根据纹路穿进去 后面的做法都是重复的 一圈的这样做就行了 不见对一人 多定此千坤 云定其此生 一壶水烟出黄昏 一盏秋茶风一尘 清风无人门 深境乱八尘 与新着新生 一年晚 与先生朝见 不惊不兴 不得我所可 一圈的都穿完后 拉紧调整 要调整好大一块 转着每一根都仔细的拉一下 沿着边缘把里面那一圈的竹面捡去 再次调整 然后把外面那一圈的竹面捡去 完成后是这个样子 有点粗糙 竹面没有拉均匀 这个地方快要炸开了 穿的时候拉不平整 大家编的时候 注意把它拉平整 拉均匀才好看 这是我第三次做竹编 第一次编的是这个小框框 第二次是这个发脏 第三次就是这个框了 相比第一次还是有进步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录制视频不已 觉得内容有用的话 频乱点赞 关注 转发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好